我们这边每年到冬天的时候都会做冰灯啊 这个就是我们饶河县的中心 你看现在就在这做呢 看这大冰多厚 而且透亮是不是的 到时候做成了特别的漂亮 里边会安上很多的彩灯 晚上一瞅的时候真是一道风景线呢 这就是我们的饶河县 小城不大但是风景如画啊 这个冰呢都是在我们江边巫苏里 江里头就是烙出来的饼 可以说就是结出来的饼 一个东北今年冬天本来就冷 冰都得冻到一米一米以上吧 所以看这个饼掏得多厚 这个饼呢大概还得过段时间能完成 但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可漂亮了 我们就会上这边照相啊 拍照啊各种的造型 看现在还在没完工呢 这就是我们的饶河中心点 政府对个 也是最漂亮的地方 一会带大家上江边看看 江边还有更好看的呢 像这个饼你看它都有的两半了 你看多厚啊 你看这个像这种大有大的用处 小小的用处 这些都是割那个巨拉的 你看多奇索 看这个叉多奇索 要不正常刨它是不可能刨这么奇索的 太冷了 这就到了我们饶河县的江边了 看前面大雪雕 正在雕刻当中 这些都是那个废物利用嘛 就是一大堆雪 放在这儿 而且还能感受一下环境的漂亮 对不对 特别好看 看这个大雪雕 马上就要完工了 现在已经完成一半吧 细节还没完成 但是现在已经丑的外观挺漂亮的 我们又可以上这儿有照相 有娱乐的地方了 像我在我们东北 这边虽然气候特别特别的冷 但是我们就是到晚上或者白天的时候 江边人还是挺多的 因为江边有很多漂亮的灯 还有这些景 还有冰灯 特别的漂亮 这都是一点一点的磕出来的 但是雕刻的师傅 他们真的很厉害 好看吧 这个背面呢 还没雕刻呢 到时候背面也会雕刻一些图案的 两面都有 这一大堆雪 都是纯天然的 老天爷刺的 看这个冰滑梯 这个冰做成的冰滑梯 一会儿蹲蹲下就下去了 我们江边这边到冬天 娱乐场所挺多的 看这边 还有这边 这些呢 都是那种雪地的摩托 还有雪地的车 看 一般晚上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人比较多 这就是我们的大乌苏里江 大美饶河 说实话有点挺冷啊 在我们东北 虽然这时候挺冷的 但是依然耽误住我们冬天 愿意玩雪的热情啊 有喜欢上我们东北来的朋友 可以多穿点 来看看我们东北的大雪 特别的漂亮 但是在我们饶河县 是个非常养老的地方 小城不大 但是风景如画 而且环境啊 空气各方面都特别特别的好 尤其是空气特别的好 在一个我们这边的房价呀 像楼房 平均物价2000多一平 根本 如果在我们当地来说 算是贵的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指定是相当便宜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物价消费也是挺低的 挺适合养老的 真的 其实如果上我们饶河这边来养老 特别特别的好 夏天看着乌苏里江 吃着浆鱼 而且主要就是空气特别好 没事还能上上山 踩踩蘑菇啥的 是不是挺好的 养老真是个好地方 真的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实在太冷了 等到过段时间 冰雕和冰灯 做成的时候 小雪再也在家拍视频 拜拜 大家记得我 我叫小雪 再见 耶